今年一度的鸢北鄉油膀粿 將在五月十一號 鸢北第三公衡性大電區 鸢北鄉因為偏很多 偏一個優良 讓鸢北有油膀粿的五鄉名號 因為現在當時平常油膀粿最好的規則 因此鸢北鄉公所將在外丹現場 免費來提供油膀粿試吃 讓大家知道在地好主意 這是我們滿滿的羊香瓜的養份 為了來行銷在地的鸢胖粿 鸢北鄉公所在十一號基盤 鸢北的鸢胖粿文化節 不然有請主招標 過關由於還有出責華東精彩表演 以及在地農產品伺獎 歡迎民眾到這邊來試圖 羊香瓜文化節 我們早上七點就有一個慢跑 讓大家來運動一下 那一天歡迎大家 我們的鄉親 大家都有辦法來 我們鸢北到老爺來吃鸢 鸢北鄉因為地理環境 氣養燉完營 新出來的香香瓜品質是最多的館 年度甚至的蛋糕十八度 今天母親節也不夠了 歡迎大家來鸢北買香香瓜 讓媽媽過一個甜蜜蜜母親節 鸢北有羊香瓜故鄉的支撐 那在口味品種跟價格上面都非常的合理好吃 母親節這一天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就會來品嘗羊香瓜 把我們最甜蜜好吃的羊香瓜 帶回去送給我們漂亮的媽媽 還有那天五月十二我們提供十八公斤的牛奶 要給滷泡的人喝 我們生產的東西總是要給消費者喝 那如果喝越多 我們是剛才滷反應 那我們鸢北鮮乳 我們鸢北肉農區呢 在我們台灣是四大肉農區之一 產量也是很多的 那我們鸢北鮮乳的品質在全省也是排名數一數二的 鮮乳跟薄酒乳的差別可以的好處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多多喝鮮乳 讓我們鮮乳可以繼續的一直發揚下去 我當現場也將會來標游 無法農民、無法母親丁丁 歡迎全國鄉親朋友 做回來共享新紀 記者是小儀心 彩虹報導